主料,米饭100克,胡萝卜一根,小黄瓜一根,酥肉松一根,海苔一张,主料,白醋,白糖,蛋皮,蜜豆枣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到20分钟,用餐人数,1到2人,酥肉松,蜜豆枣,鸡蛋,胡萝卜,小黄瓜,小黄瓜切成长条,切成长条状容易帮助手自定型。 鸡蛋加盐,入油锅再煎成蛋皮,再切成细丝,胡萝卜切成细丝,煮出礼拌,盛热加入白醋,白糖,半生云,这个醋和糖的料随个人喜好加,我都是乱加的。 寿司海苔链铺在寿司帘上,将拌好的寿司发瓶铺在海苔上,放上所有馅料,可以两边都放上胡萝卜丝,一边卷一边压紧,煮好的寿司卷,如果是带出去做早餐就不需要切了。 切成一小段,烹饭技巧,搅拌寿司饭时,饭勺千万不可以垂直搅拌,否则会造成米干过度松散。 未用完的寿司醋放置阴远处保存,留待下次使用,使用中的饭团或寿司醋饭。 记得要用干净的湿布,纱布或毛巾覆盖,这样可以保持饭的温度与湿度,避免饭率变干,而引发粘制饭团或寿司。 包好的寿司也不要让其长时间暴露在空气中,米粒的水分会被吸干,吸向口感,也不要放入冰箱冷藏,先包先吃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